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诺维 你怎么来了 正好 陪我去接小宝 怎么了 这是什么呀 你的情敌现在是贺氏推广部部长 全力负责把贺乔园的宝贝手还 推向欧美市场 你的意思是 林维到贺氏去上班了 贺乔也没有跟你说这事吗 这 这重要吗 这当然重要 如果他说了 那说明问题没有这么严重 但如果他没说 那可能百分之八十是心虚 你说重要吗 您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不说 不做好 行 我懂吧 你装死是吧 既然你装死的话 我就把你打醒 打一打 打一打 弄死 不说不说 让你不说 这个说不说 这个说不说 我跟你说 我拳头可是很硬的啊 你不是说 不是说 这么说 你没睡啊 你觉得我能睡得着吗 你没听到什么吧 你觉得呢 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到大约六十分贝的人微噪音 已经持续了二十七分钟 严重影响了我大脑皮质层内的神经休息 对不起 刚刚我不应该在房间里练习 明天要给小朋友讲的故事 如果有打扰你的话 我马上闭嘴 快就好 早点休息 吃饭 他 快点 你千万不要瞎想也不要脑补啊 我凡事 我绝对没有整着他还打呼噜睡觉 我想我明白了 你觉得我有你的卡通抱枕你没有 觉得有些不公平 所以才生气的对吧 谁要你的卡通抱枕啊 我抱着做噩梦 我明白 我给你定制一个一比一的卡通抱枕 你想要我穿什么衣服的 我才不要什么定制一比一的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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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意思是说 我才不要你那什么抱枕呢 明白 明天给你一个一比一的卡通抱枕 在这儿休息吧 我来安排 不是 不是 这都什么了什么 靳雁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问呢 大姐 我问我问什么呀 你当然是问 为什么林伟要去赫石上班啊 是又怎么样了 是又怎么样了 烦死我了 竟然还被他误会 我疯狂名列他的肉体啊 今天周末不用去公司吧 我做了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 我们带小宝去骑马场吧 小宝说他想学骑马 我还给他做了他爱吃的鸡蛋 我先叫他啊 来 等一下 我今天公司要加班 早饭就不吃了 先走吧 不吃早餐 这还是第一次啊 那他跟谁吃去 早餐是金 午餐是银 晚餐是 头 不吃啊 搞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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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同志 妈咪为什么不高兴啊 因为你妈咪的情敌跑去你爸爸的公司工作了 什么是情敌 情敌就是跟你妈咪抢你爸爸的人 小宝 小宝 今天是周末 你想让妈咪带你去做点什么呢 要不我们去游乐场 去博物馆 去爸爸公司 你想爸爸了 好 我们小宝想爸爸了 那妈咪就带你去找爸爸好不好 小宝 妈咪漂亮吗 小宝真乖 你爸要是用你的嘴一半淹就好了 妈咪漂亮吗 何先生 这么认真啊 你又怎么来公司了 小老师他想你了 我就带他来看看你 顺便给你带点吃的 你不是没吃早饭吗 忘了告诉你 今天中午 我知道你中午赶时间吃得简单 所以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小燕 中午还是吃三明治吧 贺总 林部长 设计师卢卡斯五分钟之后就到了 他们到了以后直接带过来就好 好的 还是吃我这个吧 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金枪鱼三明治 金枪鱼加了料 吃吧 我记得 卢卡斯最反感金枪鱼了 最好不要吃不然会留下味道 对不起 你不想吃 我一会儿有个会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 午饭还是要好好吃的 等我结束了 带你跟小宝一会儿去吃午饭 行 你们工作 你们忙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跟小宝去外面等你 走吧 小宝 走吧 小宝 好 这个安全啊 等一下设计师来了 我们还是先看看他的方案吧 好 先走吧 正好 刚刚我正好也没看过 陈进士维尔的设备 有些收获利的屏幕 妈咪去上个洗手间 你在这里乖乖等我 千万不要走开 好吗 陈进士维尔是最反感金枪鱼的味道 他怎么不反感空气的味道 他怎么不反感空气的味道 因为现在加入了很多新的功能 所以佩戴的舒适性相当重要 除此之外我认为 电池的传感器模块 以及单机模块当中的 这个低功耗优势 还需要再继续加强 如果功能片上有一定的突破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手法 一定会有更好的一定的收益 除了电池之外 你看 小宝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好 小宝 来找爸爸玩 等爸爸开完会再陪你和妈 我去趟洗手间 贺维飞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 不用装了 都是女人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过你们根本不在一个高度 不过你们根本不在一个高度 勉强往上爬 没人兜着你 只会摔得更糟 莫名其妙 给我下去 怎么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小宝 你告诉妈咪 为什么这么做 你这么做肯定是有理由的对不对 她能有什么理由 她做出来这样的行为就不能被原谅 贺维飞我告诉你 你在家里怎么闹都可以 但这里是公司 这种行为绝对不允许 这就是你认识的态度对吧 现在给我回家 罚你三天不准吃酸奶 不准看动画片 不准打游戏 我给你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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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总 我知道你是老板 习惯严肃教育你的员工 但是小宝只是一个小孩子 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说话方式啊 不管她是小孩子还是大人 做错了事情 就必须要被教训 是 是 你是可以教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先问清楚原因呢 她小孩子能有什么原因 她就是太顽皮了 你到底懂不懂怎么教小孩啊 我懂不懂怎么教小孩 你就很懂吗 就是因为你最近太惯了她 让她忘了什么叫做规矩 是 我不懂 你懂 你懂 你们懂 至少我懂得家人需要陪伴 今天是周末 你一大早就来工作 小宝说她想你了 让我带她来看你 结果你就把她一顿骂 你就说这么做下场的吗 交代你们的 都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大家加油啊 今日工作完成了 我请吃饭 那个 若微啊 上一季的活动结束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做报告啊 可这个项目我只负责联系工艺商对接 主刺化和落地之行都是林胜负责的 嗯 林胜可是你的前辈啊 这得多帮衬帮衬啊 好 没问题 麻烦您把材料打包我一份 我尽快跟进 好 还有啊 那个新产品的前期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 我觉得你也可以试一试 这一块我之前没有接触过 不够可以了解一下 给我些时间吧 我要提前先下班了 这些数据啊 麻烦你再核对一下 数据业务不是我们的专业领域 让项目组的人经收会更合适吧 只需要把确认好的表格 再核对一遍就行了 机器人都能干得上 聪明如你 五分钟之内啊 肯定能上手 拜拜 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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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就说不会 不要耽误我的进度 报告里好就发我 我两点还到十六楼去汇报啊 葳葳啊 真不好意思啊 那个核对可不可以现在给我接过啊 我着急呢 停下 我让你停下 温总 您这是 阐述一下自己的岗位职责 还有工作权限 高级行政助理处理和人事相关的一些日常事务 协调好日常行政关系 那复盘报告是你的工作吗 原则上不是 那市场调研和数据汇总 还有业务核对呢 原则上都不是 那你对谁负责 以您为代表的管理层 都听到了 杨若薇在这里只需要听我的话 你们即便入公司早在她面前也只是凭借 还有 不要动不动就把锅甩给别人 自己的事自己做 我再重申一遍啊 杨若薇是我的人 她以后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 背后都有我的担保 都记住了没 记住了 记住了 这些工作是我主动认领的 而且我已经完成好了 已经发送到了各位的邮箱里 数据部分的技术问题 已经请教了技术组 的确有一些疏漏 不过问题不大 我已经解决了 我能力有限 又是个新员工 谢谢各位前辈 愿意给我布置作业 让我了解各部门运作方式 日后呢 能更好服务大家 想什么想 回自己吧 你说实话 刚刚我在大家面前 帮你撑腰 是不是很有难有力 小事一桩 大可不必 我在之前医院工作量呢 是这里的几倍 上岗第一周 就要快速牢记二十个科室的 基本构架 和一百多位医生资料 可是我在帮你啊 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你这样只会坑了我 行政最重要的呢 就是和人协调好关系 我知道 那些工作不是我的 我不做也好 出错也罢 都不是我做人 但如果我反手甩锅 让他们在你这儿挨骂 以后我怎么工作 讨好别人不是你的职场 我没有 我只是喜欢学习和挑战 好在呢 我对自己能力有把握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这个是几桶花 对 然后 这个 是切牛花 来 这个 吃小厨鱼 来来来 吃西瓜啦 妈 来 小宝 张嘴吃西瓜 还不吃 来 坐这儿 过来吧 妈 要我老胃就不吃 是不是啊 来 再吃一口 这小嘴吃得多脏啊 来 慢点啊 你也有一块啊 这是她小时候 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给她准备的 虽然说现在都用纸巾了 但是她一直都待在身边 好吃吗 小宝 叫姥姥 妈 妈 别勉强的 好 不叫 不叫 我们小宝肯定饿了吧 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我来帮你啊 那行 过来吧 你呢 自己在这儿吃 妈妈去帮姥姥做饭 好不好 小猝心 Lori 你看 我爱好了 你呢 艺不动uf 你再次共气 我还有说 我去打二架子 五天了 那明天我带我爸去看看 老不退上不行 说说吧 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回来看看你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周末了 我带小宝回来和您祖孙相认啊 那怎么就你们俩瞧眼呢 谁知道 吵架了吧 没有 是突然打电话说要回来住一晚上 还要带孩子给我们看看 却什么行李都没带 你不是吵架是什么呀 小媳妇吵架回娘家 不带东西 那不就等着老公把你接回去吗 其实啊 这小两口吵架就这样 媳妇呢 吵架了带着孩子回到娘家 把老公扔在家里边 冷锅冷招的受不了了 就跑到丈母娘家来道歉认错 然后再把媳妇接回去 是不是 不过你光带孩子回来 你不够狠 你该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着 这样 老公才能意识到老婆的重要性 你带她的工资卡没有 像她这种人 光那个银行卡 是不是好多好多账买了 陆明媚女士 你赶紧炒菜去吧 我饿了 行行行 等着吧 好 嗨 好久不见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挺好的 挺好的 你好 你就是林小姐啊 我是阿里斯的朋友宁方 给你来送药的 谢谢啊 还麻烦你特意跑一趟 没事 留学生没有医保 这种药确实不太好拿 下次你有需要的话 直接联系我吧 我有认识的朋友 好啊 谢谢 那 我们加个微信 这样比较方便联系 不过好巧啊 阿里说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老乡 你也是秦城人 对啊 还在吃药吗 如果需要这方面的医生 我可以给你推荐 不需要 谢谢你的关心 我挺好的 那就好了 世界好小 没想到不仅是同乡 还能在这儿遇到 下次约着吃个饭吧 我家就在附近 不必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替我保密 你在法国知道的事 也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嗯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诶 你去吧 让人 mansion 要先走了 你去吧 它可以帮你去吧 霍总 回来了 对了 安德晓 太太人呢 太太说带小宝回去看看爸妈 是太太父母家有什么事情吗 好像不是 好 对了 今天晚上我就不在家里吃饭了 您不用准备我的 先选妈妈 好 可是霍总 太太的行李忘记拿走了 陈姐 你这招叫做邪天子以令贺总吧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就是单纯不想看到何小颜 这个点肯定是巧艳 你先去开门 我去收衣服 然后给她热饭 我得给她做新的 怎么能让她吃剩饭呢 我去 去 贺夫人 这是贺总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贺小艳呢 贺总跟林部长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合作方了 贺总说了 让你在家好好陪父母 他给你放假 好 谢谢你了 众秘书 要不留下来一起吃饭 不用了 贺夫人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我没事啊 我挺好的 再见啊 老秦 咱们今晚去见宋元还真是见对了 有了宋元的推荐 贺总才会这么爽快答应见我 对了 今天晚上回去之后 我们再好好准备一下 明天早上十点见到贺总 争取把合作交定了 放心 医生 我爸爸怎么样了 感染性心内膜炎 情况危急 而且患者岁数比较大了 各项技能下降 加加上他还有二肩半关闭不全 净动脉壁塞 所以手术风险比较大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目前来说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越拖 风险越大 希望家属能尽快做决定 妈 妈 去叫人 妈 老秦 你说话不算数啊 你不是说 不管出现什么事你都在 你都是行刑啊 你都是行刑啊 妈 你别这样 你就是说你血压太高了 你爸爸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我说你做事 月儿 阿姨 别慌啊 叔叔一定会没事的 小宝 走 小宝没事 你以前也因为感冒住过院 对不对 老爷呢 这次就是不好好吃饭 不好好睡觉 所以他感冒了 只不过这次感冒比较严重 需要住院 小宝不用担心好不好 妈妈还要在这儿 陪着老爷姥姥 你先跟杨阿姨回家 找爸爸 好吗 小宝真乖 若文 麻烦你跑一趟了 放心 我送完小宝就过来 来 给妈妈拜拜 走了 小马 右手 来 小宝 小宝 阿姨还有事 要先走了 你听妈妈话 乖乖睡觉 好吗 那我先走了 刘莎 谢谢你 杨小姐 小宝 小宝 不是给你们俩放假了吗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是杨姐送小宝回来的 是杨姐送小宝回来的 杨若薇 对 您先帮 好 小宝 妈咪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老爷病了 严重吗 要手术 要手术 你父亲的病情发生得很急 照这样下去 会越来越有风险 你要快点做决定啊 老爷病了 妈妈 这种手术的风险很高 医生怎么说 如果不错的话 只会继续和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妈病了 妈妈也疼了 我自己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没有时间照顾她 都怪我 都怪我 你做得很好 小心 都会好起来的 医院 带下保险进去 周秘书 帮我联系一下 GNN医疗中心的徐教授 我刚刚联系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和团队 他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带着最好的团队赶过来 协助手术 会没事吧 放心吧 他们刚刚已经进行了 医院程初步诊断 情况虽然严重 但还有一点 刘医生你好 我是病人的家属 是这样 请问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转到 SU病房进行监护 另外 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团队 他们正在赶过来协助你们 这件事院长刚刚已经跟我说了 您家人的病情 我们也在连夜研究 至于您提出的要求 我们会尽力配合 如果确定手术的话 还请您把字签了 我们也好安排手术室和人员 好 谢谢 没事 妈 相信我们 辛苦了 小燕 谢谢你啊 不是你 我跟月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妈 您不用说这些 这里就交给我和姨月就好 您现在最需要的 是注意身体 好好休息 若薇 还得麻烦你留下来陪一下姨月 嗯 我先送小宝去学校 然后送妈回去休息 等安排好了 我再过来 不 我不回去 我要陪着她爸爸 妈 听巧言的 小宝 乖乖去上学 好不好 好 有何总在 一切都会没事的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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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了 给你带那份混蛋 你不是说吃消夜不健康吗 你倒是记得挺清楚啊 现在不是平时 你现在体力和精力双重消耗 需要补充一下营养 今天谢谢你啊 嗯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因为你是我夫人 其实你真的不用做到这个份上 我们只是雇佣合作关系 你真的不用进任何义务 趁热吃 混蛋一会儿就凉了 贺乔雁 你一整天没来公司了 秦叔 我 你跟林薇小姐 订过婚啊 订婚 我只是听说啊 林家跟贺家是世相 二十多年前确实这么说过 但只是戏言 我没有放在心上 准确的 准确来说 我们俩只是从小就认识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这个果然真的挺好吃的 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太烫 太烫 不烫了 好吃吗 还不错 你多吃点 它呢 好 那我去小子 好 一 deuxième 这舞台 那个好 到底是不是 她说怎么能连 İn 这 HUF 那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对白都笑话 想要下一秒拥抱它 爱会让人心乱入吗 可别被你揭穿着感到 我明明喜欢你啊 偏偏有紧张到无法自保 像个你冬天追逐雪花 夏天在无人道浪迹天摇 怎么办我明明喜欢你啊 那一刻没定住像个傻瓜 想把你看我的笑话 却听见你轻轻收索 我会将心都融化 我会将心都融化